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5月16号,星期三 大家好 在说这期主题之前呢,我们说一下我们之前呢,有两期老的视频 一期呢,是谈谈何平先生,一期呢,是关于这个陈小平先生 然后呢,昨天呢,何平先生在他的这个推特上呢,对我们这两期视频呢,做了回应 某一些地方呢,做了肯定 某一些地方呢,对于我们的一些质疑呢,他也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观点吧 我呢,对于他的这个阐述来讲呢 我想呢,对于这个内容来讲呢,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我觉得那一切呢,都以何平先生的这个回应呢,为准 他是老前辈,对吧,其实人家不回应呢,也无口厚非 人家既然回应了的话呢,我觉得出于我们对何平先生的尊重 那么一切呢,的这个回应呢,都以何平先生的为准 我们就什么也不说了,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何平先生的推特上呢,去看 然后推特当然他有这个字数限制 所以他好像发了三四个,才把他想说的话呢,都说完 我觉得是很诚恳的,对于老先生来讲真的很诚恳 而且他的这个举动呢,也是释放了一种善意 是吧,在他推特里他也说了,就是说一般面对质疑呢 他是不回应的,之所以呢,对于我们的这个视频呢 做回应呢,就是说呢,他觉得我们呢,也是出于好意 来说这个事儿,是一种善意的举动 那我想呢,何平先生他的这个举动呢 实际上也在释放一种善意 他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我们以前总认为,就是说 啊,何平面对这个问题,现在就是正在铁板一块 对吧,你们说什么,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一个字也不说,我就不回应 是不是,但现在来看呢,不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如果你是善意的 你愿意跟他沟通,对不对 出于一个好意,我们来讲道理 我们把这个事儿说清楚的话 他是可以沟通的 他不是一个不能沟通的人 不能讲道理的人,他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你恶意的去诽谤 恶意的去攻击他 那他就不要回应,是吧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举动呢 就是说,我觉得我经常说吧 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 任何时候这个事儿发生了 如果你人好,你心存善念 你从一个好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呢 这个事儿总是会能够朝好的方面呢 去推动,是吧 那我觉得另外的先生呢 如果呢,我觉得看到这个举动之后呢 能够从善意去理解他 然后呢,也从这个好意呢 去进行沟通 我觉得任何事情呢 都好解决,对吧 那网友也经常说 我们这个没有立场 就是活稀泥,是吧 也好吧 我总觉得呢 就是说,以和为贵 对吧,和系生财 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你从事哪一种事业 大家和和气气的 这个事儿都容易做好 那我们就不再和悉尼了 我们就说到这儿 这个事儿呢,就说到此为止 再说一件事儿呢 是什么呢 昨天呢,看到和平先生的推特之后吧 我突然就有一股 怎么说呢 感觉背后一股寒风吹来的感觉 然后回头看看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 我们这个自媒体这个频道啊 其实就是说我们3月30号 我这个注册的这么个账号 是吧 4月份呢 他正式开始发 之前呢 这个Mac也有问题 打买了Mac正式录呢 其实到现在满打满赛 也就是一个月 可能零几天的时间 我们录的这四十几期视频呢 我们在 如果大家 老的观众 对我们比较熟悉的 看过都看过的话呢 就发现呢 我们在视频里呢 对三位先生公开的讲过话 是吧 一位呢 是郭文贵先生 然后郭文贵先生 后来呢 在他那个郭梅利亚上呢 对我们进行了回复 还推荐了我们这频道 另外一位呢 就是和平先生 我就是说 这个推荐了一段圣经 然后和平先生呢 昨天呢 也在他的推特上呢 对我们进行了 这个公开的这个回应 然后呢 就是第三位先生啊 我们好像还对习近平先生 喊过话 我昨天看了这个 本来我就说嘛 我们这次媒体 刚开始 我上想叫树洞的 就是我们两个人说着玩 是不是 结果没想到呢 哎 头两位先生呢 纷纷的做出了回应 我昨天就有点感觉 这个 有种预感不好 你知道吗 因为 觉得怎么说呢 是吧 我昨天 我也比较怂 大家要了解我 我昨天差点把说习近平先生 那段给删过了 是吧 后来我一想呢 也也无所谓 对不对 你说 你说习近平先生 当然了 他这个力量不一样 对吧 他要是不高兴了 一巴能跟我们呼泥里去 是不是 但是我就觉得 有什么好怕的 泥我本来就是泥里的 草根的草根 是不是 都在埋在泥里 不能再泥了 对吧 我说习近平想拍的 也在泥里跑半天 然后一看 你小子好在泥里埋的那么深 是吧 当然了 开个玩笑 好 玩笑开完了 咱们呢 说说今天的主题 今天的主题呢 说的是这个 李小木先生 为什么突然想起来说 李小木先生呢 李小木先生前两天呢 在路德访谈上呢 接受这个路德的访谈 做了差不多 前后有两期节目 两个多小时 然后呢 我都看了 李小木先生呢 真的是我一直都特别喜欢的一个 一个人 因为呢 大家也知道 我特别喜欢看 《枪枪三人行》和《圆桌派》 那李小木呢 就是说 《枪枪三人行》和《圆桌派》 这两个节目呢 参加的比较多 所以呢 我经常看到他 从《枪枪》开始呢 到《圆桌派》呢 其实大家会发现 嘉宾呢 有很多呢 都是相似的 都是固定的那几个嘉宾 在这里边呢 我特别喜欢的 就这么几个人 是吧 你想马爷 这我是经常提起 马外国马爷 这我经常提起 非常喜欢 然后呢 就是李小木啊 我也特别喜欢 李梅锦老师 是吧 李梅锦老师 也特别的 让人喜欢 然后受人尊敬 然后呢 周易军 周易军呢 情商特别高 是吧 他来了之后呢 又能转达自己的观点 又不抢对方嘉宾的话 是吧 那李小木呢 是特别特别的 真实这个人 而且呢 我举两个例子吧 举两个 他的这个视频的例子 远了呢 咱不说 枪上三十行 那个比较远 咱不说 咱说 圆桌派 咱就说这一集 圆桌派现在第三季 里边呢 我觉得他呢 有两期视频 就非常有意思 一个呢 好像讲逆伤的那一集 对 讲逆伤那一集呢 这个李小木先生 他好像刚离婚 来了之后呢 他就很真实 就哎 我又离婚了 我就是第几次离婚 也不第五次 还是第六次离婚了 我怎么记得是第七次 第七次了 好 我也记不记得 他那离婚字数比较多 你知道 那个反正就又离婚了 又离婚了 他就说 说的话呢 其实呢 大家你看这期视频 你就会发现啊 李小木他是 就是说 不在乎 就是说 我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子 我就说出来 对吧 我受到的挫折也好 磨难也好 对不对 我就把它真实说出来 但是你会发现啊 你从这一期视频 你不光看李小木这个人 很这个 就算古道若肠吧 然后你也能看出呢 这个斗文涛 斗文涛老师 为什么我一直就很喜欢 看他节目 其实刚开始看 《千阳三人行》 是看主题 看有哪个主题 我感兴趣我看一下 不感兴趣就不看 或者来的嘉宾呢 我喜欢我看一下 不好的就不看 但是后来呢 就把所有那些没看了 也都拿出来看了 就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看久了之后啊 你越来越喜欢斗文涛老师 斗文涛老师呢 作为主持人 跟一般的主持人 他不太一样 别的主持人呢 你像李小木来的 比如说刚离婚 说这些事 别的主持人可能说 你不愿意说 我还要问你 就要逗你说 让你把这些都说出来 因为呢 这个他新鲜了 刺激 观众可能爱看 但斗文涛老师不是 你看李小木的几次说呢 斗文涛老师呢 不但的不鼓励他说 还尽量的 把话题带到边上去 就是说 我觉得是 出于朋友也好 或出于什么也好的 就是说 对李小木的一种保护 是吧 这点来讲呢 斗文涛老师的 特别的让人这个尊重 不是说 为了我的节目 效果好 或怎么样 我是呢 因为你看 有的人做节目 就恨不得 能把嘉宾逗哭了 对吧 你说哭了 他家宾要不哭 他都觉得这些节目 做的不成功 但斗文涛老师呢 还真不是这样 是吧 然后想起来谁呢 想起这个 蔡康隆先生吧 其实我觉得呢 就是说 斗文涛老师呢 比较呢 被低估 某种程度上来讲 我觉得他真的算是 中国可以说 数一数二的主持人了 某种程度上 他呢 跟蔡康隆 在能力方面上 不相上下 但是从名气啊 从收入啊 从各方面来讲 就是他节目的 这个受众来讲呢 跟蔡康隆老师比呢 都有这个差距 是吧 其实呢 我以前也特别喜欢 看这个康熙 尤其那时候 刚来美国的时候 就接着拿康熙下饭 是吧 康熙呢 也是 你刚开始看的 你看的都是小S 对不对 后来时间久了呢 就越来越多的是 看蔡康隆 他的这个节目的把控啊 他的这个方向 是吧 看的很像 我觉得 豆温涛老师呢 就是之所以 好像看起来 现在发展的 没有康熙老师 那么好的 我觉得主要 就是没有屠龙刀 你知道这个吗 你知道这个梗吗 你不知道 这个是康熙呢 当时结束的时候 就是说 最后一题 还是倒数第几题吧 蔡康种 跟小S说的 说别人都说呢 你现在这么厉害了 你有屠龙刀 就是武侠小说嘛 就是屠龙刀在手 就后令江湖 是吧 就是屠龙刀 是什么呢 就是小S 就说小S是屠龙刀 就是说呢 蔡康种 有小S这把屠龙刀 就可以这个 就是说叱咤江湖吧 但是呢 就是说蔡康种 就说呢 他说他就是想呢 表现一下自己 让自己也有一个 表现的一个舞台 一个余地 就是说 我如果我没有了小S 我没有这把屠龙刀 的时候 我能不能做好 是吧 当然也是很成功的 我们看到 你看这个 后来这个 奇葩说呀 还是什么 当然那个节目 我真的看的是 非常非常少 我可能也就看了 一期两期 但是呢 你会发现呢 就这个节目 刚开始的时候 是马东 就是说主key 拉主key 马东我也很喜欢 其实上一次 许之远采访马东的 那个采访 我也想说说 不过以后 咱们有机会啊 这个马东拉主key 但是你看 慢慢时间长了 最后就变成 蔡康种拉主key 蔡康种就是说 他只要一进来之后 基本上其他的主持人 没办法 最后慢慢的 就变成 他是拉主key 其他人只能 跟着他的节奏走 就是他对这个节奏 节奏的把握 非常非常强 那么我觉得 这个多文涛老师 可能就一直没找到 自己的这个 屠龙刀 小S啊 但小S那种 那真是天赋异禀 那就是天赐的 那种东西呢 不是说别人能学来的 对吧 那这个就跑题了 跑题了 咱们那个回归主题啊 这个枪枪三人行啊 跑题跑不停 回归主题 然后说这期呢 就说李小木 你从这期来讲呢 其实你仔细看 就能看到李小木 这个人非常的真 一点都不装 还有一期呢 就是说谈美食的 跟另外一个老师 谈美食也是原作派 在那一期来讲呢 其实你能看得出来 就是说呢 另外一个谈美食的老师 比较强势 那老师名字我就不说了 那老师呢 比较强势 然后呢 他比较认同他自己呢 对美食的这个理解 那很明显呢 因为他那个老师呢 就是在中国这个美食 中国美食 有他的这种 中国美食传统文化 然后呢 李小木老师 因为他在日本开餐馆 然后呢 他的更接受的 那种日本的饮食文化 这个其实中日 这个饮食文化之间的 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老师呢 可能跟李小木老师的观点 有点不同 其实有一点 让人感觉说 就是说在压制 这个李小木老师了 是吧 那个人就比较强势 但是呢 你就从这里 能看李小木老师 他的这个情商来 是不是 被压制了呢 他呢 这个不温不火 不急不躁 是不是 其实大家呢 你看一下那期 你别看那期呢 好像那个老师说话比较多 李小木老师比较少 但是高低呢 其实就看出来 你就像康熙 你看小孩子就是上下翻飞 是吧 蔡康长 把握节奏 但是实际上你看久了呢 你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高的在哪 对吧 这个 我觉得就 就光这两期吧 当然之前还有很多 大家想看都可以看看 因为你看李小木老师 他对他的这个离婚 一点不藏着椰子 还有他儿子的问题 都非常真实 非常招人喜欢 他这次参加陆多的访谈也是 就是从头到尾 很真实 而且呢 他呢 跟这个郭宝胜啊 呃 跟郭文贵啊 和平 他们之间的这些事呢 他呢 也不会说好像 哎呀 我就怎么大了大碗什么的 对不对 就是说 我能坐哪 我坐哪 我的能力在哪 数到哪 我自己有多低 人家瞧瞧瞧瞧我还是回事呢 对啊 有的事我能管 我不能管的 对不对 人家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 是不是 说话呢 非常的这个谦虚 呃 从这来讲呢 我呢 就是真的呢 非常喜欢他 谈到这之后呢 还有就是在路德访谈的里边呢 这个李小木老师呢 说呢 他要准备这个在日本竞选 之前竞选过一次 上一次呢 好像失败了 他说好像算一算呢 这次可能就差个300票左右 呃 然后呢 我就看到这个之后呢 因为我我对李小木老师一直很喜欢 看到这个之后呢 我就有一个想法 咱们节目呢 虽然比较小 可能现在订阅就4000多人 是吧 呃 但是呢 我就我看到这个YouTube 我发给咱们的这个数据分析呀 说咱们的美国呢45% 加拿大呢9.4% 日本呢5.9% 香港5.3% 澳大利亚5.1% 虽然4000人呢 但是日本呢 有将近6% 其实差不多呢 也就两三百人那样了 那我就觉得呢 作为我们节目呢 还有这个二三百这个日本观众呢 我就希望呢 呃 通过我们节目呢 帮李小木老师呢 拜拜票 就是李小木老师 他在这个进行这个选举嘛 因为李小木老师呢 说 说什么呢 说他如果选上了之后呢 民选的官员 可能呢 就是分派任务 他就说 对于他来讲呢 比较有可能分派到的 就是日本的驻华大使 就是说这个的可能性呢 比较大 当然当时采访他的时候 后来郭文贵先生不也进来了 郭文贵还说了 我现在就预祝你啊 成为这个大使啊 李大使 就就当然也是开玩笑嘛 跟他开玩笑说 就是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性 如果他被选上的话 突然你知道吗 我在想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王岐山先生 这次反聘回来之后呢 是这个国家副主席 然后呢 还是什么 就是外事委员 这习近平给他 就是外事委员 让他主管这个外事工作 因为觉得咱们中国 现在这个外交工作呢 搞得不太好 王岐山先生呢 能力比较强 由他来主管这个外事工作 然后我在想 李小牧老师呢 如果是日本驻华大使的话 如果就是说 下一届日本驻华大使的话呢 那可能王岐山先生 他主管外事工作嘛 也要接就接见一下 然后就在想 那画面简直太美了 我都不敢看 你知道吗 王岐山先生 作为国家副主席 外事委员 接见新的日本驻华大使 李小牧老师 然后呢 李小牧老师说 我是挺郭的 我就觉得 哇 太戏剧性了 你知道吗 你说你任何的电影大片 好莱坞大片 你有这么戏剧性 我想 王岐山得翻一万个白眼 因为 因为大家都知道 对吧 郭文贵先生去年 对王岐山先生的一些事情 说的是很这个就是很很很事无际系吧 能这么说 就王岐山先生 生活各个方面他都介绍到了 是吧 如果王岐山先生接见李小牧 新的日本驻华大使 然后小牧挺郭 挺郭 挺郭恩贵的 那我们在这里呢 拜托我们在日本的这个300个观众 有200多个观众吧 200多个观众 虽然我们频道比较小 但是也有2300在日本的观众啊 拜托大家 一定呢 要这个投李小牧老师一票 因为呢 这个我觉得真的就是肯定值回票价 如果最后王岐山和李小牧喜相逢 肯定呢 这个呃 值回票价 当然了这个选举嘛 也是你要投票 你也是要有日本身份 对吧 我不知道这个2300人 有没有他的这个日本身份 如果呢 这个说你没有 因为我想有的人有 有的人没有 那你没有成你投不了票了 也呢 跟你身边那些有身份的人 能投票的人呢 多鼓动他们 投呢 李小牧老师一票 是吧 因为我们这些 我们这种屁民就属于 看热闹的吃瓜群众 是吧 我们就是抱着 完成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 是吧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祝福李小牧老师 预祝李小牧老师呢 能够呢 这个呃 当选 能够 懂算啊 懂算是吧 是这么说吗 台湾话 懂算 就是当选 台湾话 懂算啊 懂算 然后呢 能够呢 早日呢 去会见呢 王岐山副主席 好吗 那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